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公务处、都发处与交通处处长 共同召开记者会来说明 市府原本要在基隆要塞司令部旁的 中正区封忍接停留停车场用地 新建立体停车场 但因为工地距离民宅只有50公分 为了避免出现天坑或民宅塌陷的公安问题 将先暂缓新建立体停车场 采取以区域整体都更的方式来带动当地发展 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么多重大的公安事件之后 我们不禁省思很担心说 这样的这么近距离50公分的距离 就是说民宅跟我们施工地 仅仅只有50公分的距离 会不会造成相关的一个公安事件 我相信这是社会各界都无法承担的 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风险还有后果 那所以说本府呢也在这边 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向各位说明 我们未来将会采用都更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区域性的规划 那我们也都知道台北市最近 有连续有三四个公地 就是因为公区就是建案的公区 景景民宅的关系造成了大陆下限 甚至在大直这个部分 甚至造成了那个民房的一个下限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害 那所以我们就是讨论之后 就决定说用另外一个开发方式来开发 橘色的部分就是停车场用地 那里面夹杂着两个黄色的工业区 黄色的住宅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本来在都市计划化设的时候 其实这块橘色的停车场用地的基地 就非常的不方整 就从都市计划早期可能它的化设 跟民宅的这个住宅区距离就非常的近 那所以说后续呢 我们会从这个都市计划的角度 那当然我们会去思考可能要做整体规划 它大概面积总共有七千平方公尺左右 那有75%左右大概都是国有地 那大概有25%是私有地 那私有土地措权大概有三十几位 那当然后续我们就会朝这样整个 朝一个都更的方式来做整体规划 而针对都更期间当地居民最关心的停车需求 市府也积极盘点周边土地来增辟停车空间 整个一个停车空间的部分 那在停六停车场现况有120格 那绿色的部分包括中正区公所原有有87格 那三郡总医院原有可以提供195格 另外我们会新辟中正路182项会有100格 东海街会开放红红线停车会有88席 以及刚刚提到要塞司令部后方已经协调 会提供新增20席 也就是我们原先的一个停车的位置 跟周遭我们可以盘出610个一个停车位 媒体的部分其实都很关注说 因为这个大型的公安事件的缘故 我们也考虑过将我们的这个停六停车场的部分 目前先暂缓 我们一起搭配我们都更的规划 来进行一个区域的一个整合 那在日后我们再来兴建这个立体停车场部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